我是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我很感動 因為我都去過不少中學 很少見到有這麼多同學 是對科學有興趣的 或者在開之前我想問一個問題 在座的同學裏面 有多少位將來想做醫生 不用害羞的 想就行了 有多少位想做醫生 我都不多 因為我去過有些學校裏面 可能高班一些 有半班說想做醫生 所以這裡比較深 有多少位同學 將來是想做全職的科研人員 像我這樣做研究的 有沒有呢 我都有 這麼多 這個是我這麼多間學校裏面 看到最多的一間 如果各位同學將來是想做科研的 你們好像我這樣 會時時給別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早點有什麼用呢 這個問題是否容易回答 我希望今天就講這個講話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一些在現世 今天 大家或者社會覺得它 是一些用處都沒有的東西 原來過十年 二十年之後 就會成為 core technology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component 一些我們叫做純學術的東西 可能大家都知道 歐基里德 杜蘭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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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很明顯 對我們生活 現世的 technology 都是一個基石 今天我可能會給我一點重點說 大家知不知道這位是誰 是Einstein 奧因斯坦 奧因斯坦最有名的就是相對論 就算在大學的同學 大部份都認為相對論 就是奧因斯坦的東西 只有一個心字 只有一個難字 是丁堆容都沒有的 但是我想說今天 大家用的生活上很多東西 都是靠這位Einstein 可以一些認為是沒什麼用的東西 而是到至今天我們也有用的 後面聽到嗎 OK 不好意思 我講一下一件很神奇的東西 例如在現今的世界裡 每個人都覺得電很有用 甚至我們想像不到沒有電會 但是在1850年的時候 這一位先生 就是英國的 叫做Britus Chancellor of the Extractor 即是財務大臣 他就問了花落地 花落地就是電學之父 他問了花落地 電究竟有什麼用 如果今天來說 你覺得這個問題沒意思 當時真的不知道電有什麼用 花落地也不懂 他只是給一個沒什麼意義的答案 就是一天水還沒有訊息 為什麼會這樣回答呢 其實他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他只是說將來應該有些用 另外有一件事 大家也知道 Laser激光很重要 但是Laser被發明的時候 他被人笑的 說Laser was a solution looking for a problem 是一些很 advanced的東西 但是有什麼用呢 不知道 其實類似的例子很多 今天我可能前軍寶說了一件事 就是全球定位系統 GPS Gruple Positional System 這件事有什麼用呢 現在可能已經沒有人玩這個遊戲 但是幾年前 Pokemon Go曾經是風魔一時 可能大家都曾經玩過 Pokemon Go 究竟是靠什麼的呢 其實是靠你的手機裡面 去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這件事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現在大家有留意新聞 在烏克蘭裡面打仗 有些叫精準炸彈 海馬士 海馬士 其實每一個飛彈裡面都有GPS 他知道自己在哪裡 他知道對方在哪裡 所以他打得很準 現在就由飛機到航海 飛機和船裡面都有GPS 你會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來這個年紀的時候 那時候摸了飛機的時候 飛機裡面 Pokemon Go 是有一個叫Navigator 叫導航聯 導航聯做什麼的呢 就拿著計數機 計一計自己的飛機在哪裡 那時候的飛機是會飛錯地方 最有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在80年代那時候 曾經有一個大航空的飛機 飛到蘇聯的領空裡面 被蘇聯打低了 全機死了 那就是因為導航員計錯數 飛錯了航線 那今天有GPS 就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好了 那究竟GPS是什麼東西 究竟它是怎麼運作的呢 首先呢 有一件事 是 發图大家明白 其實呢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在哪裡 或者我想知道你在哪裡 其實我只需要知道 你和三個點之間的距離 我就知道你在哪裡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例如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或者我不知道你是在哪裡 但是我知道你是來大埔某個點 5公里 我知道你只可能在這個圓圈裡 那如果我再知道你和另外一點的距離 譬如我知道你和九龍城 是差4公里 那我知道你一定在這個藍圈裡 那這個紅圈和藍圈呢 只是兩個訊息而已 就是你來兩個點的距離多少 但是這個訊息呢 我已經知道你只可能在這個點 或者那個點 如果我再知道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我來德國 你有多遠的話 那我就可以畫到一個圓圈 我就可以定死你在這點 那所以我想知道你在哪裡 我只需要知道 你和三個點之間的距離 我就可以定到 我就知道你在哪裡 那這個是一個兩維平面 那如果我們不是兩維平面呢 因為地球其實是曲面 所以我們是一個三維空間 三維空間裡面怎樣呢 那原來三維空間 你多了一個圍度 多一個dimension 你要知道你和四個點的距離 才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你只要知道 你和四個定點之間的距離 我就知道你在哪裡 又可以畫一個圓圈 又可以畫一個圓圈 其實呢 如果你知道和一個點的距離 我就知道你在這個球面上 我知道你和另外一個點的距離 我知道你在兩個球面的交界 就是一個circle 我知道你和第三個點的距離 我又知道你多一個circle 我已經可以定死你 either在那個點或在這個點 我多一個距離 我就可以定不到你的位 所以如果我想定你的位置 我只需要知道你和四個點的距離 就可以了 但是有時候 三個點就夠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一定站在地球表面 所以我多了一個信息 問題就是 你四處走 我怎樣可以 令到你和四個點之間的距離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有些很聰明的 美國的工程師 他說不如這樣 我丟一些衛星上天空 這些衛星可以和你之間可以溝通到的 你用這種溝通 可以量到你和衛星之間的距離 如果我有四個衛星在頭頂 我量到我和這四個衛星之間的距離 我就可以知道你在哪裡 現在基本上 各個國家用的 包括美國的 中國的 俄羅斯的 和歐洲的 都是靠這個技術 它就會寫一堆衛星上天空 這些衛星不斷和你的手機溝通 你用這種溝通 可以定到你和衛星之間的距離 就靠這四個距離的距離 就知道你在哪裡 就是這樣簡單 但是問題的話就是 那個衛星在天空上面 我不可以找一尺 走去量度 那我怎樣可以知道我和衛星之間的距離是多少呢 這樣就用一個很簡單的 equation 我今天只是出兩條公式而已 這個其中一條 就是 Distance 等於 Speed comes time 如果你有某個速度傳播 它走的距離和時間的關係就是這樣簡單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is equal to 譬如我現在用光來做傳播的話 The speed of light times the time between the two points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我是用時間來量度距離 換句話說 如果我在衛星上面 它會發一個訊號給我 只要我知道那個訊號 用了多少時間由衛星到我的手機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這條公式 這麼簡單的公式 我就知道 在那一瞬間 我和那個衛星之間的距離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說得容易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我要知道衛星和我之間的時差是多少 我知道那個訊息 譬如 它一秒鐘來到我 那我就利用這個公式 我知道它的距離 但是有個假定的話 就是說 大家要對準那個標 譬如這位同學 這位PVAC 他跟我報仕 他說我現在是三點鐘 那我 他的訊號報到我來的時候 我是三點鐘 或者一秒 我知道我和他之間差了一五秒的距離 一秒成這個就知道多少 但是這個有個假定 就是說 我的標 和他的標 要對準 譬如如果他的標 是勞力士標 我的標是習派標 我的標不準 那沒有意義的 因為 譬如他說三點 譬如我看他的標 如果不是 我的標是兩點五十分 那沒有理由 我的標快就舉 我的標不準 這件事是合理的 問題就是說 究竟我和那位PVAC的標 要多準 然後才譬 是有用呢 這個問題就相當麻煩 不過呢 先講一講 你用時間 去量度距離 或者想用時間 知道自己在哪裡 其實並不是一個新的距離 幾百年前已經在用了 其實那時候 歐洲 特別是英國 去到西班牙那個時代 他們都用航海 那時候沒有GPS 他們想知道自己在哪裡 是怎樣 譬如英國人呢 他會做個鐘 他把鐘 是當時最靚的鐘 他較準在隔南威治的時間 那他的船來到香港 咦 不是呀 隔南威治的鐘 就說應該是Midnight 但現在我看到 是日光日白 那我知道呢 我和隔南威治 可能差了八個小時 那我就可以猜到 那個Loniton在哪裡 那所以你用時間 來定點 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那新的身在在哪裡呢 新的身在就是 我做得很準 那這個全球電話系統 那這個全球電話系統 等於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 訂了一堆衛星 上天空 那這個衛星呢 他就來 那個地面很高 那他就來 大約是 兩萬km 就是這些軌跡 那有幾多個呢 那你可以用一些數學 你可以知道 最少二十四個 如果這二十四個衛星呢 你保證在地球 任何一個點 你最少會見到四個衛星 但其實美國呢 是遠遠多於二十四個 它起碼有三十幾個 那它有些redundancy 那它就 好了 那基本上呢 它的聯繫是很簡單的 那因為它有幾十個衛星在天空 你在地球上面 任何一點 你最少會見到四個衛星 那這四個衛星呢 其實它做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它就不斷地向你佈視 其實那些衛星就是一個 有太陽能在驅動的大鐘 不斷地向全世界佈視 那向你佈視的時候呢 你就看回你自己的鐘 和它佈出來的時間 差了多少 那你就看那個時差 用一條這麼簡單的公式 你就可以估算 你和衛星之間的距離 如果你知道有四個衛星 是見到的話呢 那你有四個距離呢 你就知道自己在哪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但問題呢 我剛才說過的話 當然很重要的是 我 你那個鐘 或者衛星和你的鐘 要對準 那要多準呢 因為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準確的鐘 那譬如我說 這條就是我最基本的公式 那譬如我那個鐘 有少少的誤差 那我有少少的誤差的話 那我得出來距離的誤差有多少呢 那很容易計出來 那因為呢 我們和衛星之間呢 是靠電磁波傳播 電磁波的速度呢 每一秒鐘是三百萬個meter 所以如果那個衛星的鐘 是不好的 或者你的鐘是不好的 譬如它的誤差是一秒鐘 一秒鐘就等於 有三百萬個meter的誤差 那當然你有這麼大的誤差的話 就沒有用 那究竟要 怎樣才叫有用呢 那譬如現在 你在沛蘭上面 軍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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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飛彈呢 它准到一個meter 那一個meter 那一個meter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的鐘呢 是要准到 10 to power minus 8 second 那肯定這些 mechanical的錶呢 是絕對達不到那個要求 那有什麼鐘 有什麼錶才達到那個要求呢 那原來呢 好彩 好彩啊 好彩在上世紀 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 已經有物理學家 弄了這麼準的鐘 那些鐘呢 就叫做原子鐘 Atomic clock 那它靠的原理呢 就是靠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呢 大家讀大學的時候就會學 它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量子力學的東西 它是discretized 它不是continuous 那變得因為呢 那些原子的level 是discret的話呢 它中間的interval 是可以很準地 定到一個frequency 那個frequency 可以定到時間 那個原理是不容易解釋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它基於一些物理裡面 被認為很難明 又好像沒什麼用的原理 也叫量子力學 那它就可以做到一個 很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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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準 準到近乎荒謬地準的鐘 那時候也被人笑 它說你的鐘是准到 10-7秒 那怎麼用呢 那便沒有 真的沒有 後來就有少少用的 就拿到貝爾獎 但是這個鐘有什麼用呢 就是現在其實所有 天上的GPS的衛星 不要理它是美國的 俄羅斯的 中國的 或者歐盟 上面其實都一定有一個原子鐘 為什麼它有一個原子鐘呢 就因為它這個鐘 是準到這個level 只有原子鐘才可以達到那個目的 這個就是1948年的時候 第一代的原子鐘 到現在的原子鐘 絕對是 滿足到我們GPS的要求 有了這麼準的鐘 還沒有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它說 我 地球上面的鐘 和衛星上面的鐘 是否可以對得準的呢 這樣就真是一個很奇怪 絕對不是工程師能夠想得到的東西 在1905年的時候 那奧恩斯坦呢 他出了一個很出名的理論 就叫做 合義相對論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這個理論 他講了一件事 就是 原來 不同 地點的鐘 如果它有一個相對速度的話 這兩個鐘是不能對準的 這兩個鐘是百分之一百 identical的鐘 走得快 那個鐘 即是在動的那個鐘 是會比不動的那個鐘慢 這個就是合義相對論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理論 但是後來實驗證明到 到1915年10年之後 他出了一個叫做 港義相對論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這個就更加神奇了 這個他說 不單止你的鐘 會受到你的速度影響 原來你的鐘在哪裏 都會影響你的鐘快慢 他說 你的重力長 緊要的地方 你的鐘是慢一點的 重力長少一點的地方 鐘會快一點 大家可能會看過科幻電影 就說 人類將來會飛到黑洞附近 但是人的鐘 他是長生不老的 他不停 這個就是基於Einstein的理論 這個這麼神奇的理論 就是Einstein 1905年 1915年 出的一個 當時 很難很難明白的理論 亦都不覺得這些理論 是有什麼用處 但是呢 我跟著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他這個理論的話 今天的GPS是不會有效的 為什麼呢 我講一講 奧因斯坦 就是說 動的鐘就走得慢一點 所以譬如你說 這個很出名 叫Twin Paradox 如果你有個孖生兄弟 其中一位 譬如我坐火箭 很快的火箭 去外太空旅行回來的時候 他是很年輕 他的孖生兄弟變了老伯伯 這個很奇怪的現象 但是 科學證明到 另外一件事 譬如你說 一個在山頂上面的人的鐘 其實他會比在山腳底的人的鐘 因為 這裡在山腳底的鐘 重力場是大一點 為什麼 大家會問 為什麼 奧因斯坦這個理論 我們中學不學 或者大部分工程師都不懂 原因就是 這些我叫相對性修正 Electivistic Correction 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數目 但是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要靠時間來定距離 靠軌道上面的原子鐘 和我們地球上面的鐘 對 大家要對到十虎八次方那麼準 這樣的要求上面 雖然這個相對性修正很少 但是它都起作用了 因為 我們是靠軌距上面的衛星對中 靠對中來和距離 上面的衛星 第一 它的重力和我們不一樣 它的重力小於我們 因為這樣它走得快了 但是因為它用高速來運行 它的速度令它慢了 所以一個的效果令它快 一個的效果令它慢 但是兩樣就不抵消 聽起來 你做了一些數學 你發覺原來那個重力效應是贏了的 究竟重力效應和這個速度相對性效應 它對這個鐘的快慢影響有多少呢 如果計算完之後 發覺原來它每一天 如果我們不做任何事情的話 單是因為愛因斯坦的理論 而predict的相對性修正 令到 每一天 是偏差三十八個microsecond microsecond是十個負六次的second 三十八個microsecond 對我們的鐘標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對GPS來說的意義有多大呢 如果你用距離 三十八個microsecond 我們都說距離就是光速 乘回時間 如果你一乘上去 它就是十個kilometer 即是換一個話說 就算一個原子鐘 perfect的 和地球的原子鐘對好 我射了它上衛星 因為它的重力不同 速度不同 它每一天 和地球的原子鐘 兩個鐘是 identical 它就會相差了 三十幾個微秒 引起一個相等於十一個kilometer的不差 換一個話說 大家在香港到駕車 利用這個GPS不修正的話 你也會以為自己在元朗取得 所以這個修正一定要做 而大家在使用所有的定位系統 包括Google Map裡面 已經做了這個相聚性修正 所以 那這樣就是很多 在大學裡面 一年級讀相容 的同學都不知道 我們知道原來他們這麼爭賞 這是為什麼呢? 一連班的同學最爭賞了兩科 一個就是 quantum mechanics 一個就是相對讀 為什麼呢? 因為兩科真的很難明白 我們不斷地說 學了之後是有用的 為什麼呢? 沒有了它 你的Google Map都不可以 這個很重要 現在大家所有 遊玩你的Pokemon Go 到打仗用的飛彈 到大家用的Google Map 裏面都已經有了這個GPS 這種相對性修正效應 好了 講了一樣話題一轉 講一下太空旅 太空旅行 我的同學裏面可能大部分 可能大部分都讀science 就知道有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就是momentum 就是等於master philosophy 這個就是 中三、中四的學 所以如果有一樣東西 它是沒有Mask的話 它應該用momentum 對不對? 好了 大家看見光 例如光 光 好像不自身 那些實際的動物 都不動 那是否因為 光子沒有Mask 所以都沒有momentum 又不是的 原來呢 又是Gwenstam Gwenstam Gwenstam 其實1905年 當時 你自己看這個Mugation 那它說呢 原來光是那個 在舊根力學裏面 momentum 等於Mask tamsilocity 繼續 慢 那些實際 變得快 那些時候 原來它用來 方式的 就是 manity 等於那個 momentum 的Square Tams 加快Mask 那就是換句話說呢 分量 momentum 和Mask 就有關係 那公子呢 它沒有Mask 但是因為它有energy 那你energy已經 給了一些 momentum 即換句話說呢 是買一送 然後買一送一 就是買豬肉盒 你只要有energy的話 你依然有momentum 那麽難度不多 正常呢 因為它除了C-square 就是它實用不多 但是它一直有 只要你 多有能量的光子 有容量的話 它就有momentum 雖然 momentum 是很小的 但是你不太小 那爲什麽呢 那爲什麽呢 因爲什麽呢 因爲什麽呢 爲什麽 爲什麽呢 因爲什麽 那個momentum 太小了 它overcome 那個fiction 所以雖然 我知道 就是 LaserPan 裏面的 多有的 momentum 但是它不足以 製造那個味道 因爲什麽 它太小 那不可能 沒有friction 但是爲什麽 太空去沒有friction 呢 你不斷地 Laser社會呢 它就會 越快 那這件事 已經是有實用了 那實用了 那什麽呢 它是 它是 不是靠 燒一個 燒一個 做的鎖 它完全靠 光驅動 這個光驅動 有什麽好處呢 那個數目 這裏不簡單 大約做了 那裏 那裏 我知道 它來地球 最近的 一顆 恆星 在哪個系統 有一個叫做Alpha Sanctuary Alpha Sanctuary Alpha Sanctuary 喜好天文 我知道了 是來地球最近 但是最近呢 都是四個光年 用光鑿行星 才能動 那如果用現在 做Advanced的火箭 的火箭呢 就是燃料交換來燃燒 那那些 要多久呢 用現在做Advanced的火箭呢 去 最強粒星呢 就要七萬年以上 那有人不計 但是如果用光鑿行星 這些東西 這些才能動 我只要呢 在二十亭就可以動 那就是對人類的文明來說 就是最近那一段星期呢 我擦畫面呢 就是四個光鑿行星 真是不知道 什麼世界 二十亭呢 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將來呢 明天也是耕殺 在一條Ecreation裡面 告訴我 用光鑿行星 和光鑿行星 另外有一件事呢 就是飛機 五分鐘 五分鐘 那就是 那就是 那這些是什麼呢 那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一副細 大約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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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分那麼十八塊 那他怎麼說 那他聽呢 那他說 那這一個 呢 那這一個 那我想說 那個光鑿行星 那這個之外 呢 不是光鑿行啊 那些東西呢 那這一個呢 那一些呢 另一番 或者 那就是 啊 這個就是一個環境的細胞 你看到光就可以將它拉不拉進去做生物實驗 現在在生物裡面是光來做這種叫豬神 就是當它拉東西是很常用的 為什麼呢?因為光是最乾淨的東西 你要任何東西你會考一些細胞的東西 你會整理它 這個就是相當有用的一個技術 這個可能我們自己做些不夠 我們發現光是可以沒有東西 執著東西之外 不可以拉進去 如果和我不同 總之如果有看過以前有套叫做美國的砂槍 裡面就是有牽引檔的 但是在隔夜上就做不到 那今天的時間關係呢 我自己做得到 那我最後一分鐘呢 我就講完這一個 這個名詞 Square 我有時候正在存在地區重 那為什麼我最學生講這些東西呢? 我想 這樣講的就是 其實現在世界上就是沒有國家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沒有一個 affordable 所以 就算我們找到更多的石油 提供燒落 那你現在 你可能不是 就會 燒到整個 就是 那 那 那 這些是 全球暖化 都不是一件好事的 那所以當然大家都說 已經有沒有一些 緣衣服 有沒有風能 有沒有太陽 或者摘到一個水管 那些都不是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真正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 將來 我們打好幾十年的話 之後 就回回 用回 原子能 但是 當然 原子能的問題的話 就是 它出事的時候 為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 全路國 看日本的福島 就說 它出事的時候 沒有打好救 這些是需要研究 怎樣 可以用到原子能 而它出事的呢? 那麼 將來 會有辦法的 比如有一種技術 就不一樣 提分裂 然後再去 Ecreation 這種東西 這些東西 是安全的 但是 那些技術上 來說 是絕對的困難 現在 有很多實驗 細細過的 例如 在這間公公上 大家有一個 但是那些 都是人類 不適合 但是 希望 將來 或者在三十年後 五十年後 或者 剛才幾個月 手法上 跟科學家人說 如果有參與的話 的話 做了這個問題 就不行 那麼這個世界就是 很多 或者做什麼呢 我就說完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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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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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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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Kalvin 我是一個 Form 4的學生 我想請問 剛剛聽著你的講話 以我一個比較 比較雷聞的認知 就是 你剛才這些 所謂的學生 可能是 Special Relativity 這些 其實都是在上世紀 可能在上世紀 初 理論上已經完善了 但是 我最近看 這個 Modern的理論物理 其實已經發展到一個非常 去博大精深 特別是在一個很高的高度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的 branch 或者是現在的 粒子物理 凝聚態物理 但是 以我這個 雷聞的角度去看 就是 可能這些都是在一個 microscopic的角度去 去determine一些 可能subatomic particles 或者有關的 uncertainty 或者 for example 今年的Nobel Prize 就是quantum entanglement Bells inequality 這些 我想請問 你對於這些 theoretical physics 對於他們在將來的 application 的前景 有什麼看法 可能在哪些field 會有 會有一個 決定性的作用呢 謝謝 這個 我問的問題 是一個相當好的問題 但是它是極之難白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 Einstein做了他這個理論之後 他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麼 那 剛才我講過一個 Laser的例子 Laser 就有 兩位 我私人和一位 幾個人 發生 他 發了Laser之後 很多人問他 究竟有什麼 因為當時他沒有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 譬如說 在那個 Fundamental physics 裡面 研究的東西 將來有什麼用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如果我 打你 他有什麼用 他大約 差不多 大師 那些解籤先生 都是一個 廣事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想回到 剛才的 那些 就是 現在做 譬如說 你的研究 其實我們 就是找到 大戰的規模 我們 他越理解的時候 我們就 越可以 知道 那些要 我們 當工程師 做的事情 那時候 他就會 有多些 toolbox 可以用 究竟他在哪個 toolbox 會用呢 真的 現在 在物理裡面 有幾樣東西 我提前 第一樣 就是 我們發覺 我們最主要集 我們已經很明白 但是現在發覺 原來我們這集 真的很不明白 譬如 我聽過 什麼叫做 down energy 那些完全 是我們 一般 我們見到的 那些 不知道是什麼 那些 要做很多 很多的研究 但是 你明白了 到底大牌有什麼用呢 有本 它有什麼 就不知道 另外 有一點 有一點 就不是說 那些 我們在 30年內 做的 量子力量 有種 叫做 entangle 叫做 這件事 以前覺得 不定了用 現在 客人 拿來做 funtom computer 是一種 理論上 你的基礎 技能 努力量 就是二、三 事件 在 十世紀 不可能在 一十世紀 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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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 也有些 非兩性的 那現在 在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 也有什麼 能把 真的 贏 如果 打到 有一點 的 future Pitcher Kano 我是Adrian 我又不夠Calvin哥哥那麼厲害 所以你剛剛說到Nuclear Fusion 我想好奇 你講到Nuclear Fusion的前景是怎樣 但我想知道現在實質上的困難有什麼 謝謝 你想知道Nuclear Fusion發生 其實我們正在製造一個 相當大的環境 極之高安、極之高壩 現在來說 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叫做 另外一種叫做 兩種暫時 它都能做到 問題它是涉管的 就是說 我要製造到 這麼高溫、高壓進去的能量 給我拿出來的能量更多 就是說 我一班就一個 現在拿一號紙出來 然後 中間那個 有沒有什麼辦法 我可以 我擺進去的能量 是少過 我上的能量 暫時 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但是如果 我做一個話 在香港最經濟的 最經濟的問題 有一些人參與這個話 我猜將來也會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真的需要一些乾淨、清潔、安全的 現在其實你要乾淨、清潔、安全 或者安全 是沒有的 如果這件事就沒有了 那就相當大